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今天是5月1號 現在中國大陸五一連假 創下了非常多的客流 你看是4年到疫情後 少見的熱潮 而且很多的景點訂票 都比疫情前還要翻了好多倍 甚至出現一個非常誇張的情況 就是在迪士尼樂園 還沒有踏進去 結果鞋都被擠到就不見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段 好 不止在這邊有發生這樣的狀況 現在很熱的茲伯 他八大景區也登上 全國景區的熱門第一 包含了說北京南站 到茲伯的貨車票 開賣不到一分鐘就賣光光了 另外這個還很誇張 是在這邊的燒烤店老闆 就為了要勸對遊客說賣勾來 所以就自己刷了17個差頻 希望大家看到這個差頻 就不要再來了 黃金周現在當然 大家都也會可能很多的入客 會到香港 澳門來去旅遊 甚至有些網友就說 到這邊消費不設上限 隨心所欲 想買都買 所以看到包含飯店 訂房率是到九成 還有很多的紀念品店 伴手禮店 都是大排長龍的狀況 不過大家這個圖片可能只能看看 因為台灣吃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在蔡政府執政之後 黃金周本來預期 很有機會有很多入客來台的 但是看起來這數字跟馬英哲 又是剛剛提到的馬英哲比 這個差距非常大 你看2015年的時候是418萬人次 2016年351萬 蔡政府的任期逐年遞減 當然在2020是因為有疫情開始 不過你看這數字其實跟之前 也是差距還滿多的 現在針對五一的入客 難道大家都不想分這一杯羹嗎 有錢大家不想賺嗎 所以現在的交通部長 這也說來台旅客未來目標 希望是600萬 其中有100萬就是要為了入客 那也被問到說 年底前是不是有可能會開放 入客來台呢 那故宮博物院的副院長是說 兩岸交流確實是大勢所趨 一定會開放 那邱全縣長得更直接 他就說要準備了 研判很可能在年底前就會開放 那大家現在當然民生 還是要錢嘛 錢才能生活下去 所以五一有很多勞工朋友 是到這個凱道遊行 有4000名的勞工就說要算總帳 因為政府才是最大的冠老闆 說到冠老闆 大家有沒有想到過去這個畫面 蔡總統曾經被問到 勞工議題的時候 他就跟你說 你去跟你老闆講吧 那另外賴清德還說 我們就當作是一個功德台灣 當時行政院 他是行政院長的時候 他還被酸說 那行政院現在是功德院嗎 不過要說到這個經濟 以及一些合作 是不是關鍵其實還是在兩岸議題呢 因為台灣加入CPTPP的部分 學者就直接點出關鍵還是兩岸關係 食藥署就預告說要開放加拿大牛肉的進口 就外傳正是為了兼取加拿大支持 可是如果中國大陸先加入的話 他只要提出說 台灣沒有遵守WTO的規範 我們如果想要再加入CPTPP的話 這恐怕都會出現非常大的變數 另外是美國也針對說香港產品實施的產地來源 標記規定 要求所有從香港出口的往到美國的產品 來源地不能再標示為香港 而是要標示為中國 之前反送中挺香港 難道說現在又換了一個嘴臉嗎 這個強哥怎麼看說 現在當然大家說 境外勢力是個大陸五一廉價 這邊一根我們是不是真的搶不到了 我先講路客來台的事情 我自己是很有深刻的感觸 因為我曾經徒步環島台灣一圈 其實一圈半我走了1400公里 那我在走路走路走到台東的時候 遇到一個開海產店的老闆夫妻 他們站在馬路邊 因為知道我會經過 在馬路邊等我 我好感動 進去他就跟我講說 好大一個海產店 很大喔 然後再改賣便當 他說他要等我就是要跟我說一句話 他說請你幫我謝謝馬英九 他說只有這個時候才知道 馬英九對我們的重要 他只在旁邊兩家 跟他一樣大的海產店 兩家島只剩他一家 以前為什麼可以連開三家 因為路客來的時候 只要是路客來一定到那邊停下來 因為風景非常漂亮 然後這邊吃海產 然後看看海景 他現在兩家島只剩那一家 只能賣便當 我告訴大家 馬英九那八年 給台灣帶來三大的兩岸紅利 第一個就是路客來台 現在民進黨很厲害 民進黨為了紀念馬英九 馬英九最高的時候 路客一年來台418萬人 民進黨在2022年 為了紀念馬英九 路客來台1.9萬人 馬英九 1.9萬人 418變1.9萬 你去想想看 這民進黨第一個的功勳 對我們台灣的觀光業功勞多大 第二個什麼 ECFA ECFA是台灣出口 光關稅省了2500億對台商 創造了1000多億 計算不同 有人算1500 有人算1000億 美元的 我們的每年的外貿的順差 對大陸的順差 第三個是大陸不跟你計較 我們的農產品的壁壘 確保我們農民不受一些影響 現在第一個紅利不見了 路客來台不見 民進黨講什麼 要拼600萬的來台 100萬的路客 我跟大家講 寒寒而已 兩岸關係 你今天沒有解決 你照民進黨 這種喊殺喊打的方式 那台灣觀光業 基本上路客是不可能來的 第二個我跟大家講 現在大陸對台灣2445的 項目的貿易壁壘障礙調查 也是代表另外一個紅利 也要不見了 這紅利是什麼 那我抱歉 我就跟你照國際常規 也不跟你講浪利了 那第三個紅利 ECFA到現在 民進黨還是吃得很開心 不捨得放 所以我要回頭講說 還馬英九公道者 避蔡英文 這句話我講的 我剛剛真的一天一天在驗證 那最後再講 最後講的CPTP 民進黨不要再騙了 上次萊豬騙一次 現在再騙第二次 我這拜託 你招數也換一下好不好 你萊豬那時候叫大家吃 但是你跟我的Permis 那個什麼 跟我大家講 我這樣才能加入CPTPP啊 我才有辦法跟美國簽FTA啊 即便那時候跟你講 拜登就是不要簽FTA的人 你跟我講要簽FTA 你現在還拿CPTPP拿出來騙大家 我在2007年陪馬英九去訪問過新加坡 那時候馬英九跟李光耀的一席話 我想到現在都是有 2007年 李光耀直接講 他說其實 台灣要跟新加坡簽自由貿易協定 要跟其他國家簽自由貿易協定 要什麼免簽 要進入國際組織 都不是關鍵 不在台灣也不在其他的地方 關鍵就在大陸 兩岸關係搞好 直接門都開了 所以你看馬英九的時候 台新台紐自由貿易協定就簽了啊 因為大陸不會反對啊 我們對美國的免簽爭取到 免簽國家爭取增加到110個國家 為什麼都能夠達到這些外交成就 邦交國就像剛剛余軒講的 調的那一國甘比亞 還是他自己誤判情勢 結果兩岸休兵是不挖邦交國 所以回頭講一件 兩岸關係才是根本 這個友志哥怎麼看說 又是馬英九 不用講馬英九 我們來講張國偉好了 好 新宇航空的老闆直接講了 我們台灣的這些觀光局 官員對於觀光的行銷 完全不如新加坡 這是觀光業者講的 開飛機的人講的 你自己要不要想一想 結果他回答是什麼 新加坡 你只差沒有 又跟之前那個誰講說 皮賽多的國家一樣 新加坡 你問我們台灣好酸好水嗎 台灣好酸好水 都被你搞成這樣子了 這才是我們現在大家最生氣的 你到底做了什麼努力 你現在把大陸 趕走了 一年四百多萬不見了 你換來告訴我說 是東南亞來多了 你要不要把整個資料 調出來看看 到底我們的消費金額 觀光不只看的是人次 還要看的是 每一個人的消費實力 大陸客來台灣 尤其背包客 每個來台灣至少消費能力 至少東西1萬塊人民幣以上 請問一下東南亞的客 你要不要去算算 看他們的消費能力 都用三四千台幣在算的 還不包括 我們要補助他們的四五千塊 這樣子的消費能力 你告訴我們觀光要怎麼發展 告訴我 我們台灣到底要怎麼再來 很多人都來台灣 你不要把那些其他的數字 給大家看 你台灣一下子被西班牙媒體說 很危險 一下子被經濟學人說 全亞洲最危險 你告訴我 如果你會出國玩 你看到報紙 不看會出危險這樣 你媽會讓你去嗎 別鬧了 最重要的就是和平穩定 結果你跟著美國 一路的說台灣很危險 我們到底要怎麼跟人家玩下去 行銷 順應 幫我順應 你要看著這資博這個地方 為什麼資博這個地方突然火爆 就是一個行銷 觀光局去看看人家怎麼行銷 資博是在大陸疫情期間 整個山東大學生隔離的地方 那時候整個一整年隔離了 一萬兩千個大學生 但是資博想想 既然都被人家當作隔離區了 不吵不鬧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我照顧這一萬兩千個大學生 不管這水房間照顧得妥妥蕩蕩蕩 最後要離開了之後 之前還招待所有大學生吃一次燒烤 結果大學生說 你們這麼照顧我叔叔阿姨 我跟你講假以食日開放 我一定回來謝謝你們 結果這一次一萬兩千個大學生 靠什麼 靠這個手機 大家一起回資博 謝謝叔叔伯伯阿姨 全部一萬兩千個人 就是這個畫面 燒烤烤翻了 我可能沒有時間大家去看看 資博 山東怎麼行銷這一次的 觀光局去參考人家 花了整個所有的山東的力量 來 宇嫻 這個關鍵是不是還是在兩岸 沒有錯 所以我先從陸客開始談起 你看一下陸客現在 他現在的情況跟台灣先前很類似 剛剛解封的時候 他們第一時間當然是從國內旅遊 但國內旅遊總會有晚逆的一天 晚逆之後就會大量的往國外去發展 所以你包括從新加坡 東南亞到各國 我事實上現在很積極的在爭取 大陸的觀光客能夠到達這邊 好 你說這個前提放在這邊 你反觀台灣 台灣現在做什麼 就如同這個剛剛主人講到的 兩岸關係的問題 現在整個陸客來台 這個叫做經貿問題 結果沒有 蔡政府還在跟你談政治問題 當然你說不對 交通部喊說這個600萬 然後陸客要100萬 不好意思 那你先看一看陸委會講什麼 陸委會還在跟你爭執說 這個陸客當年我們才沒有主動禁止他們 我們沒有禁止來他過 結果被人家打臉說2020年2月的時候 你內政部移民署自己公告說 疫情指揮中心說禁止陸客來台 然後又啞口無言說 坐下來談再說 坐下來談再說 問題是坐下來談是什麼意思 代表你要政治性協商 但這個問題是很實在的一個經濟 一個柄就放在那邊 這個相當實際的問題 但你還在用政治的問題 來去怎麼樣 來去掩飾 那我就不需要講一個道理 到底蔡政府的觀光好不好 其實張國維有講的一點都沒有錯 我給大家一個數字好了 他們說陸客不要來 那我們用東南亞補 OK 沒問題 我認同這個邏輯 但你真的補上了嗎 來 2016年的時候 台灣的所謂的觀光逆差 什麼意思 國人出去國外花的錢 跟國外的遊客來我們台灣的錢 高達31億美金 結果你知道到了2019年 變成多少了嗎 變成61億 現在翻倍增加這麼多 差這麼多 所以代表什麼 蔡政府喊話說讓東南亞遊客來 結果實際上的狀況是 根本沒有遊客來 結果台灣人不斷的往國外去玩 所以這個問題不只